隋唐时期 武汉语中的陕西话成了普通话 因为政治中心一直在长安 自然就定陕西话为普通话 并叫做汉音 到了宋朝 当时的普通话是河南开封话 也正是因为定都开封后 人们开始丢弃南方方言中 一字多音的情况 开始有了一字一音 因此宋朝的普通话叫做正音 后来元朝元大都建立 官方就把蒙古语定为国语 但人们交流的语言 依然是汉族的语言 叫大都话 直到卓元璋推翻元朝 建都南京 老南京话又被定为了 当时的普通话 并改叫官话 纵使后来都城迁到了北京 也一直将南京投音的官话 延续下去